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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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我是鍾敏玲 欢迎大家来聆听主声 4月22日 经文系《使徒行传》第2章42-47节 及第4章32-37节 题目是第一教会 都行心遵守仕途的教训 彼此交接,抹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仕途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信得人都在一处繁物功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级各人 他们天天同心 合意行接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抹饼 传着欢喜诚实的心用烦 赞美神得众闻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第2章《使徒行传》第4章32-37节 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 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师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买了 把所买的价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级各人 由一个利美人 生在居彼路名叫约室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译出来 就是劝慧子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价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五旬节过了不久 就是圣灵生产了第1教会了 基督徒群体在耶路撒冷 起了大力的震荡 在这些信徒当中 生活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让我加插入这个图画里面 仿如外人望进去 让我扮演一个调查记者 大概像写路加福音的路加 写事代行传的作者路加 这样的调查方式 首先惹起我注意的 是他们的喜乐 和他们的乐观和热审 他们明显地享受大家的陪伴 当他们在圣殿的院子聚集时 犹太人的信徒不是躲在 犹太人专用的内院 他们在外院和外邦人 运作一起 不分辨种族语言 年纪或性别 偶有些人翻译方言 但永远没有百了归巢的声音竞争 有一种彼此接纳的开放 以诚恳的外围基础 他们不厌倦相聚在一起 只见他们每天都在圣殿的院子里出现 我静静听听他们说主耶稣的事 他是神的儿子 是英许中的尼赛亚 是他们的王 但是没多久之前 耶稣死在罗马人的手里 被钉十字架 他们跟随了一个死了的尼赛亚大坤王 但又是未见他们伤心流泪 他们宣称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生生的走出来 他不能让世人在地上废除他 此外 几日前 他在很多见证人面前 升上天上 还有天使出现鼓励信徒 应许说他要再回来 奇妙之极 如果这些人是虚构的 这些人就应该躲起来 哀悼怀念闷然神伤 但现在他们所宣扬的 得到他的门道行神迹歧视来证实 哪个人能够惯常地行医治疾病的奇迹 他们在祷告中合一 为了医治病人 很多时候 神迹就发生了 他们爆发出赞美的诗歌 向永活的神赞美欢呼 声如浪花浅起 他们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耶稣的名字满有权柄 无可置疑 我亦被这群信徒吸引了 他们欢迎每一个人 他们的爱心是诚狠的 没有一点而假冒 我也曾被邀请到他们的家 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及附近的人 无条件地接待陌生人 在他们家也发生了怪弹的事 就是他们奉耶稣的名字去抹饼 吃完丰富晚餐后 他们就抹饼 就说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抹开的 我们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他 之后他们又传递一杯葡萄酒 每人各喝一口就说 这杯是他立药的血 为我们赎罪流出的 就是这样 这些信徒就是从心里感谢耶稣 他们唱出美丽的诗歌赞美主耶稣 这些聚会充满了平安的气氛 我漸漸地被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更加吸引了 由于他们彼此相爱 以至于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逗留过狗 舍不得离家 离去回家 耶稣的门徒教导很觉实 听那些就意犹未尽 每天来听 旅客因为逗留过狗 就旅费用尽 本地人卖了财物供应他们 有些人甚至卖了田产家业 去资助每个有欠缺的人 从来没见过如此慷慨的人 他们对身近结晰的人 都可以这样 这算是非同凡响吧 犧牲有爱的群体 从他们彼此相爱的心 就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这是他们的商标 他们信仰的核心 就是耶稣 他不止是他们的复活主 更是因着他们的复活 带给他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的先知若二在数百年前就预言 神借着圣灵要更生万有 他们显示了不熟世界的能力和恩典 爱、喜乐和和平都扎根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自从基督復活 他们就不用怕死 他们盼望的鸟就是復活的主 正如他们所说 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们 是的 我越加调查他们就越发喜欢他们 是应该说越伐喜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希望我都可以称耶稣为我的主 我是中文灵 在耶路撒冷报道 现在是公元30年的春天 我的朋友 你喜不喜欢加入一间这样的教会 或者你喜欢成为好像以上的教会 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有一间这样的教会 欢迎收看主祝福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零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的通知了 谢谢 祝福明天见 感谢观看